现在我们来实现我们的旋转功能 首先需要一个角度 然后需要一个轴 最后我们要检测一下 它是不是需要扰着某一个点旋转 那么我们首先获取到旋转的矩阵 在这里我们先定义一个静态的Matrix 3D的变量 用来做缓存 当我们获取到旋转的走之后 我们就可以通过矩阵的绳法 对它进行旋转 然后我们来实现我们的缩放 缩放其实很简单 我们直接通过缩放的值 来组建一个矩阵 然后我们审议我们的缩放取证 现在我们来实现设置位置的函数 然后就是平移 然后就是平移 现在我们就可以来实现 recompose的方法 就是可以通过我们提供的位置 角度缩放 来组建一个矩阵 首先我们对我们的这个矩阵 初始化 然后设置我们的缩放 然后来实现我们的旋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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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手动组装一下每一个角度下面的旋转的矩阵 исп정 Recompose 然后拷贝一下我们的数据 然后来实现我们的旋转功能 然后来实现我们的歪轴上面的旋转 同样拷贝一下主意 神异我们的取证 最后就是Z轴上面的旋转 现在我们来实现一下矩阵的转值功能 最后我们来重显一下 出证方法 方便我们打印 那么到现在 我们的矩阵和我们的向量 其实就已经编写完成 现在我们来编写一个工具库 用来满足我们日常大部分所需要的一些功能 我们新建一个 叫Matrix3D Util 同样删掉Unity3D相关的 然后我们来定义我们的一些缓存 我们来自然之间的缓存 然后来定义我们的角度转弧度 弧度转角度的变量 最后来定义一个数组 用来缓存我们矩阵的16个元素 现在我们来实现 获取矩阵的方向向量 然后是上方的方向向量 然后是前方的方向向量 然后是左边的方向向量 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们之前编写的那些方法 现在已经开始大量使用到 最后就是获取下方的方向向量 然后就是获取矩阵的位置 然后就是获取取矩阵的缩放值 然后就是获取矩阵的位置 我们下方的方向向量 然后再来就获取矩阵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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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就获取下方向量 缩放值 缩放值其实就是它们对应的 轴的长度 然后就是设置矩阵的位置 然后就是批量设置矩阵 现在我们来实现设置矩阵的方向 我们需要一个前方的方向 我们需要一个前方的方向 然后需要一个上方的方向 首先我们获取到它的缩放值 然后获取到它对应的方向 然后获取到它对应的方向 我们对它的方向进行规范化 然后通过向量的差几来计算出第三个向量 最后设置矩阵的方向即可 有了设置方向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实现矩阵的look at 方法 look at 就是让矩阵看向某一个点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矩阵的当前的位置 以及看向的点计算出它的方向 然后设置它的方向即可 现在我们来实现平移功能 首先我们实现向左或者向右平移 在实际的开发当中 向左或者向右平移 这种操作非常多 我们这里实现的是向左或者向右平移 而不是沿着X轴或者沿着X轴平移 那么实现向左或者向右平移 那么我们就需要获取到玩家当前的位置 以及玩家当前的方向 然后我们让玩家朝着该方向移动即可 然后我们来实现朝着上方或者下方的移动 然后我们来实现前后平移 前后平移 前后平移我们只需要获取到它前方的向量即可 然后我们来实现 然后我们来实现 让它可以沿着我们指定的轴进行平移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轴 然后进入我们的距离 我们可以沿着我们的距离 然后我们进行平移 我们下方平移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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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来实现设置缩放的功能 首先我们获取模型的缩放值 然后我们让它进行缩放 然后我们设置回去 现在我们来编写设置某一个轴上面的缩放值 然后依次实现Y轴以及Z轴的 感谢观看